哈啰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是这样的 其实呢 我们这一行已经做好久了 然后那一天呢 有一个家长 他就带了一个三岁的小朋友来 三岁 小朋友三岁 然后最近很多家长都带三岁的小朋友来 孩子很小很紧张 妈妈都紧张 正常的 他问 你可以学什么 他问 你可以学什么 我们说 他讲能不能学情 其实三岁是不建议 不建议学情 那为什么呢 如果钢琴的话 它是很重 不建议 三岁我们还是以团体为主 用比较轻的乐器来让他玩 让他去认识 认识 让他去跟同伴互动 这是比较重要的 三岁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玩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就带他去试 试什么 试画画 三岁如果可以拿得到笔的话 是可以画的 OK 那当然是很简单的 蜡笔什么之类的 然后三岁小朋友 他有他的天马行空的在想 所以画会比较建议孩子在玩 那一般上我们看的话 小朋友画是很好玩的 他这个画呢 他就是 他可能用很鲜艳的颜色 就上色都很鲜艳的 所以就表示什么呢 如果孩子他上的颜色都很鲜艳的话呢 就表示他是来自内心 是很colorful的 是来自一个很不错的家庭 而且这家庭是非常非常的温馨的 一般上画可以直接的表达孩子 内心世界 也可以表达到他周围接触的一些 环境还有他的情绪 情绪还有他家庭的背景 其实画是看从儿童的画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那天那个小婚姨来的话呢 我们让他去试 试画的时候 他是很colorful 他都是用比较线条的 线条这个时间比较线条的方式 在画 但是他用很无彩缤纷的颜色在画 所以我就跟他妈妈说 这个孩子是很幸福的一个孩子 妈妈在笑 而且他很撒娇 孩子很撒娇 所以画 我们比较鼓励孩子出来 用画的过程 培养他的兴趣 先用画 然后从中 因为孩子不会讲话 基本上用画画 就可以知道他内心的想象 OK